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道例题 在黑板上写上1 2 3 4 一直到2008 这2008个自然数 按照下列的规定呢 进行操作 每次擦去其中的任意两个数 A和B 我这不有2008个数吗 你每次随便挑两个 把它们擦掉 然后把它们的叉写在黑板上 把它们的叉写在黑板上 那么直到黑板上就剩下了一个数为止 先来问我们 那么黑板上剩下的这个数 是奇数呢 还是偶数呢 那么理由又是什么呢 2008个数要进行这样的工作 对吧 那也不知道选的是哪两个数 对啊 对吧 加其中 我也不知道去掉的是哪两个数啊 对不对 然后简上的叉 然后接下来又去哪两个数 我也不清楚 这哪能知道 这一想脑子该炸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以前做很多东西都碰到过 就是2008个数太多了 对不对 操作起来太困难 那怎么办呢 多了那不要紧 怎么办 从少的入手 很少的入手呗 也就是从简单情况入手 找规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咱们就按从1开始吧 最少一个数 比如说黑板上写了1这一个数 对不对 那么先一告诉我 那最后留下的这个数是基数还是偶数呢 基数 是1自已嘛 对不对 那肯定是基数 好 那么如果黑板上一开始写的是1和2这两个数的话 那你算一下写 擦下它们 写上它们两个的差 只能写1啊 你发现是不是2-1差点也只能是个基数 对吧 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那接下来如果是三个数呢 1 2 3 那你可能先擦1 2 对吧 那把这个差1写上 然后再把1和3差掉 你发现1和3差掉 对不对 那么得到的差应该是个偶数了 那或者我可能先擦1 3 再擦这个1 3的差跟2 对不对 然后或者我可以先擦2 3 然后再跟1做差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这个操作无论怎么样进行 无论先操作哪两个数做差 最后的结果得到的都是偶数 偶数对吧 可以生气 好 那接下来四个数的 五个数的 六个数的 七个数的 八个数的 同学们都可以依次类推 那这种说实话就是个体力活了 对不对 你自己动手写啊写啊写啊写 操作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给出最后的肌肉性了 对不对 好那同样的 我们给出一点点时间 同学们暂停一下 请你自己先来找一找 大概写到六七 你差不多就能找到规律了 所以接下来 请你动笔自己好好的 算一算吧 暂停一下 好了各位同学 怎么样找到了吗 那继续往下 如果黑板上写的是一二三四 这四个数的话 经过操作 最后留下的那个数一定是个 偶数 对吧 你要是说老师怎么跟你们不一样呢 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算错了 对不对 那如果黑板上写的是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数 最后留下的应该是 基数 如果是前六个数 留下的还是 基数 如果写的是一到七这七个数 经过操作得到的是 偶数 然后如果写的是一到八这八个数 最后 也是 有规律 差不多有点意思了吧 基数 基数 偶数 偶数 基数 如果不放心 再检一下 看看九个数的 你发现 它算完了结果 是个基数 所以很明显 同学们 那么这个操作的规律 我们找到了没 找到了 对不对 那就是 基数 基数 偶数 偶数 基数 偶数 四个一循环 四个一循环 好了 找到了规律之后 也就是它的循环周期 是四次一循环 那么接下来 我一共有两千零 八个数 除以 四 是不是就OK了 除完了之后 折抛等于 502 除尽了 那就意味着 写2008个数 最后得到的基数性 跟你写 四个 四个 也就是这个循环的最后一组 也就是写了 四个数的基数性 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留下那个数 一定是个 偶数 好 那这套题目 咱们就通过 动手操作 这套规律 把它给解决了 好 同学们 那这个方法能明白了吗 嗯 就是好麻烦 啊 江家说了好麻烦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真的动手 你会发现 到四个数的时候 那个操作 是不是就 已经要比三个数的 多很多了吧 嗯 那更别提五个六个 七个的 我相信可能有同学 其实没有全操作完 可能五六 五个数六个数 可能就写了一两个 一两组对吧 可能就给出一个结论来了 对不对 那虽然可能最后的 这个规律确实正确的 但是相应同学会觉得 这个方法好像有点 嗯 不太这个 有底气 对吧 就说出来好像觉得 我有点心虚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能不能还有一个 更有底气的 或者比它更简单的方法呢 嗯 咱们今天讲的是什么东西啊 基偶 更早有个认识 基偶分析 你看看咱们造题 在整个解题过程当中 用到基偶了吗 我们说 知道了 你看这种结果不基偶 对吗 那 你说这题算用到了吧 嗯 用到那些基偶性的一些相关性质 没有 没有的对不对 所以 接下来咱们想想 能不能 能不能 用到这个基偶性的相关性质 那这个时候 咱们就好好看看这个操作吧 我每次的操作呢 是拿掉两个数 然后写上他们的 叉 对吧 嗯 哎 同学们 还记不记得咱们在上的时候 复习 这个学习心脏 基偶性的质点的时候 讲过来的 写两个数的差 然后要记得 咱们做了很多题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我们这两个讲的眼中 没有一二三四这样的数 嗯 只有 基数 和 哦数 是不是只有这两者的区分 嗯 那 两个数的差 我肯定不需要去算它的具体结果吧 嗯 那肯定不是基数 就是 偶数 再想一想 咱们在上讲过的知识点当中 跟差有关的 两个数的差 和两个数的 和 和 他们的基偶性应该是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 这条题目最后只是问我们 和是基数 还是偶数 没有问具体的数值 那么你的操作是 擦去愿意的两个数 只要他们的 差 那这个差的基偶性 跟写上他们两个的和的基偶性是 一样的 一样的 那既然是一样的 我就不妨把这个差变成 和 那相当于这条题 最后只不过就是让我再求 一到两千零八这两千零八个数的 和 你想 拿两个 把他们和写上 然后再写两个数 再把和写两个数 最后把这些数都加在了 一起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讨论一下 一到两千零八这个和的 基偶性 是不是就能够知道 最后留下这个数的基偶性吧 嗯 也说我们的那个拓展 有限个数之间添加加减 最后数不影响 这个最后结果的基偶性 对不对 好呢 那我们马上来算一下 开始的时候 黑板上写的所有数的和 一加到两千零八 利用等差税求公式 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算式 嗯 乘以一千零四 所以结果一定是一个 偶数 好的 这样一步搞定 一步算一下 两千零八个数的和 太简单了 所以最后黑板上操作 设定的数和 一定也都是 偶数 那我们这条题目就要解决了 那当然了 对于这条题目我们最后用到一点小技巧 就是这个 有限个数之间 无论如何添加加减号 最后这个结果的基偶性 都不变 那你想到了这一点 你会发现这条题 是不是可以给出一个很快速 很简便 同时又非常具有 笔记的方法了 不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